Hello 大家好 我是袁黎明 Erika 我想由今天開始 每個星期大概錄二十分鐘的影片 講一下我的一生 雖然我不是什麼名人 為人 但我覺得自己都想 在記憶猶新的時候 就有一個影像紀錄 如果你有興趣看 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性格 我都經常思考 經常分析 會不會我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遇見了什麼人 來塑造到現在的自己 我都有很多theory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你當是育兒搜冊也好 或者你好奇我的人生也好 沒有人看也無所謂 我自己當是一個紀錄 第一集由我零歲到入小學之前講起 我是在養和醫院出生的 當時我家是住在九龍塘 在窩打路道154號B座地下 現在都在這裡 那個地方好像叫Casa Pino 是西班牙式的房子 其實我出生的時候 家境是挺好的 我相信 因為我家是很大 我有三層 然後每一層都有千多呎 每間屋其實有五千多呎 由我差不多零歲至六歲 都是住在那裡的 我公公那邊是做貨倉的生意 當時香港是轉口講 貨倉當然是很好做 而我爺爺是做相機生意 也有買地鋪 也有買樓 而我爸爸當時都已經在香港交易所和NASDAQ上市 因為他是做Bill的廠 當時廠在葵聰 幫CASIO做代工 也有做其他電子產品 當時來說都算是高科技 我家是很大很漂亮的 因為我爹爺爺那邊 以前他們在上海是住在法租界的 所以他們的品味是非常之西化 反而我媽媽那邊 他們就住在葡西 比較Local 而且他們都比較折劍 不是說很浮誇那種 是比較實際比較慳 所以當時家裏 根據西班牙屋 裡面也是很西化的設計 我記得因為住地下 所以入口就在地下那一層 進去有一間客房 有一個很大的電視廳 已經有很大部電視廳 有很多沙發 然後有個酒吧 我媽媽彈鋼琴 又有三角琴 也外面有個好像 又不是露台 地下 好像半室外 上面有個玻璃頂的地方 我們有時夏天就會做個 Temporary的泳池 裝水 游兩游 拿著浮板 我和我哥哥就會游 然後中間那一層 就是兩個 就是飯廳 會有兩張大飯桌 有很大的廚房 工人房 那裡也有個入口 我記得可以直接走樓梯 然後上到二樓的廚房 我們就當作是後門 也可以爬出去 爬出去就會上了車房的頂 很危險的 其實會跌下去的 第三層就是我們的睡房 也有個小的電視廳 對 都很privileged 後來那間屋 又不知賣了給成龍 都很貴 如果拿到現在 那間屋就真的很貴很貴 我小時候 第一個記憶就是 我當時還未懂得走 不知道怎樣爬到床 爬到地上 然後爬到三樓的電視廳 找我媽媽 我媽媽看電視 這是第一個記憶 其實我記憶力很好 所以很多東西都還記得 我在幼稚園的時候 我哥 我K1的時候他K3 但在幼稚園我完全不記得見過他 因為都是跟自己的同學在一起 我姐姐大我七年 所以她已經入了聖事提反寄宿 所以我只會見到我姐姐 也覺得很慘 365天 她有200多天都去學寄宿 我哥哥也是在我K2的時候 他也入了聖事提反寄宿 所以有兩年 其實只有我和我媽媽在家 比較悶 覺得有哥哥 姐姐 但也很少見到他們 暑假就會見到更多 我在K1之前 我有印象 我是回那間叫方方幼兒院 我是小B 因為我九月未出生 我就不知道是否入了一班 全部都是大B 我就很有印象 教我ABC 我很明顯 我那時幾歲 三歲都未到 我簡直知道我的進度非常behind 所以我回那個方方幼兒院是非常之無癮的 別人 先生教完一件事 他們說得出答案 我是說不出的 我已經知道了 但我印象中不是回了很久 然後K1我就去根德讀書 根德園 因為在我家旁邊 校巴一定要搭校巴 校巴最後一站在我家裡 pick up我 然後直接回學校 在根德我最大記憶就是 校園很大很漂亮 是很開心的 但實際上學過些甚麼 除了經常寫字之外 經常都要寫寶之外 我都不記得做過些甚麼 記得訂紅蘋果 有時有訂 有時沒有訂 沒有訂的時候很慘 很想看其他小朋友 然後操場真的很漂亮 還有一個Hilltop 很大 有山細 還有我記得已經可以按電腦 例如1加1是甚麼 你就按2 然後就按Enter 已經覺得很好玩 學校記憶不是太多 有些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家裡其實都很悶 我會看電視 例如小忌廉那些時間 但其實我比較喜歡看大人的電視 晚上我是看香港8.3 香港8.4 香港8.5 城市故事 我是看很多電視劇 當然 我想當時很多人都是看TVB 以前是大家沒有情緒 或者是看得很開心 大家亦都有共同話題 我自己覺得 在看8.3 8.4 8.5的時候 我是學會了很多人情細故 譬如哪個角色進來 那個角色覺得他很煩 覺得他很黑鬼人真 其實3.4.5歲的小朋友是絕對看得明白的 沒有問題 只要專心看就OK 所以我是學了很多東西 在電視劇裡面 聽歌 因為我姐姐始終大了我7年 她是聽梅艷芳 所以我很小時候已經接觸流行曲 比我同齡的小朋友應該早接觸很多 玩具就是 因為我哥哥大了我2年 她是玩男生玩具的 即是甚麼停車場 賽車 所以沒有人會跟我玩煮飯仔 所以我都是玩男生的玩具 比較多 自己有甚麼玩具 我都不太記得 我相信我不是太多玩具 當然床那裡有很多毛公仔 但那些都不是 都是抱著來睡覺 我不會跟他玩的 然後有打電腦遊戲 大那些floppy 入this one this two summer game winter game 遲些我都會有一集說我打機 亦都會有一集說流行曲 說我怎樣聽歌 從小到大 還有會去Hilltop 有個會所學游泳 在根德我也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有個老師 可能已經快要放暑假 他每人派了一顆可樂味的 波板糖 然後很多同學來吃 那時候就說 嘩很大沉沙蟲水味 此起彼落 每個都是這樣說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直接站起來 我就很大聲跟傳聞說 是先生呀 特意買給我們吃的 大家不准說呀 是有沙蟲水味呀 覺得很看不過眼 有些正義感 我相信都是天生的 我相信每個小朋友都有 不只是我有 但我小時候會這樣 站起來就罵 其實都很無禮貌 在九龍堂住的期間 我記得每個星期日 都會去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因為在我家裡走都走到過去 還有有時就跟媽媽遊車河 他都很潮的 其實他以前是開篷棚跑的 就會放我們在上面 我真的肯定他不知道有個軟棚 然後我和哥哥是坐在一個軟棚的上面的 如果一架車就上斜棚 我們就跌到後面 但當時我真的很肯定有這樣的記憶 就坐在上面 還要去北角那裡上那個車船 有個斜棚 你記不記得有個弧形的斜棚 上那架車船 然後就買老婆餅 然後就下車船 然後就回家了 亦都是因為我媽媽和爺爺都是開篷棚市 所以我長大了 我都是很鍾情這個品牌 亦都買過兩架開篷棚市 一架是復古的 1960多年的 我在英國買回來的 一架是2012年買的 就是普通的SLK 但品味就是這樣建立 我看什麼書 就是當時的超級市場 是會買迷語書和星座書 那些的 我很喜歡買迷語書 它一出生我就買的 在這裡煲煲煲煲 它是右邊那一頁就是問題 再揭下一頁左邊就是答案 我就咪咪咪咪咪 咪到很熟的 本本我一看問題已經知道答案 還有一個記憶就是 當時九龍堂 我不知道叫什麼花園 是有個地方可以滾足溜冰 我哥哥和姐姐都懂得滾足溜冰 我那時太小了 只有個體字 在超市隔離 在一間白街隔離 白街經常滾足溜冰 很熱 通常都是暑假做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三個人一起 就會去白街買蜂鮮 雪條 雪糕 那時那個雪糕 是不是遺跡呢 紅色膠盒 有三色或其他味 很大桶 很大的 可能我當時小 所以覺得它很大 嘩 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現在那些是空氣雪糕 吃了空氣 但以前那些是很好吃 我覺得不是因為我童年回憶 所以覺得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 下集我就開始講一下 小學發生什麼事 入了哪間小學 當時一年級寄宿的經歷 還有我記得小時候 有一個一定要講 如果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聰明 就是聰明在 人是很有觀察力 很有系統思維 我記得我五歲的時候 就問我媽媽 就說 其實人會餓屎 是否因為我們會吃東西 我覺得 為甚麼每天都有些東西 在後面排出來 沒有東西 沒有理由排出來 然後想想想 我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每天都進去的 就是口裡每天都吃東西 我就問他 人是否會餓屎 是否因為我們會吃東西 然後我記得他都呆了 我想 他沒有教過我這些東西 但我自己想出來 我想完出來 當然要問大人去verify 這個我也是很記得的一件事 下集再講一下 我的入小學一年級寄宿的經歷 很慘痛的經歷